在东京奥运会第二次选拔赛中 李时佳膝盖意外受伤 经历了艰苦的康复之后 他在全运会重回赛场 高低杠和平衡目都恢复了大部分的难度 赛台训练自己也比较满意 有可能刚开始恢复的时候 每天都要掰膝盖 就会感觉会比较疼那段时间 但是过了那段时间 到后面就是慢慢地开始恢复动作 然后呢就是练一点小力量 把膝盖周围的肌肉 全都把它再重新练起来 就这样练动作的话 就是其实就要好得多了 参加了东京奥运会的队员 因为经历了隔离 训练不够系统 普遍不在最佳状态 奥运会平衡目冠军管陈臣 是首次参加全运会 他恢复了全能 将努力帮助浙江队进入团体前三 四项感觉总体来说都还不错 就是赛场上的器械 比后场的器械要比较好一点 当届全运会团体同牌得主 上海队主力队员张启和范逸林 也都参加了东京奥运会 作为队中的老将 他们都希望能尽快找回状态 为队伍贡献高分 第一届的话我是小队员跟着大姐姐 然后呢上一届也是贡献了自己的高分 然后这一届的话 其实也是希望能给小孩多点鼓励 然后把自己的部分做好就好了 就因为毕竟也是 毕竟现在基础没有像奥运会和上半年那种 之前那个拉得那么扎实 但就是还是调整好自己心态 就是去调整好自己狼去比 也不要给自己太多压力狼 比好每一场狼做每个动作 谢谢 救援 工业 提供 工业 济